好 随着主裁判贾希姆的一声哨音 2026年美加茂是这杯亚洲军事选赛第二阶段 C组第二轮 中国队在主场对着韩国队 上半场比赛开始了 看了一下 再给过来 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阅位 但是封堵的很及时 严俊玲在哪 门前虽然有些混乱 但是在最后处理的时候 中国队防守当中 还是出现了犯规 张立鹏想上去 就是在这个位置 想上去 但是突然发现在速度上 有点吃亏 所以没敢上 结果在这个位置流出了空当 让黄启燦给了一个小的直猜 去找封线上的曹归城 这个球其实对曹归城来说 也有点慢 但是球落下来之后 造成了连串的混乱 张立鹏自己倒地 孙兴敏 助跑 上门 上半场比赛打了十分钟 孙兴敏的脚球帮助韩国队 在客场1比0领先 刘洋 找谭龙 能不能转过身呢 直接射门 虽然从位置上 谭龙的位置呢 已经越位了 球拿得也不是太舒服 但是中国队的这种打法 对韩国队 刚才正要前压的防线来讲呢 还是能够制造威胁的 包括在开场前十分钟 中国队反击当中 两次比较简练的 传球的尝试 关键在于中国队 面对对手的攻势啊 现在能不能够顶得住 刚才是曹归城 抢到了前点的投球 比较突出的个人能力啊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队员之后呢 在分边 严峻林这下 扑着扑着再补 没有抱住 稍微有点危险啊 第一下的位置选择没问题 但第二下 脱手之后的情况呢 是比较危险 第一下呢 侧扑完全没问题 但 还是无锡护着下来 刘冰冰给过来 门前的机会 射门 打在了边网上 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 一直耐心等待的机会 等了大概半个小时 还是弹龙 上半场比赛的两脚射门 都来自弹龙 随着韩国队长时间控球 他们在自己的节奏当中啊 也会出现精神的松懈 中国队在前场 刚才突然间 五名队员上前压迫 在局部呢 形成人数优势 断下来之后呢 就地发动攻势 弹龙又一脚射门 横向的保护要小心 孙星敏 打远端 严禁立功了 这球封得好啊 孙星敏的前插速度非常快 跑到了防线身后 在这个位置 他高速启动 但是中国队等反应过来 要去跟他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这是下半场比赛 一定要更加注意的 罚到前面 孙星敏 头球百度到后脸 哇 这个球蹭了进去 在限度上呢 原本以为他是百度 没想到蹭向了远端 交给孙星敏 韩国队的反击 在朱晨杰的身后 需要保护 这边韩国队过了门将 选择 打门的这下 中国队顽强地救险啊 朱晨杰 这次防守非常关键 李刚仁的射门被堵了出来 对韩国队来说 这是一个志在必得的单刀机会 但朱晨杰最后的封堵 展现了中国队的斗志 不能就这么认输 船中的质量落到中间 投球 弹龙抢下来之后 吴磊 再百度 金敏哉完成了一次 投球的解围 落下来之后 这次机会无息 倒在了门前 主裁办事宜都没有犯规比赛 继续 不过这次 中国队在门前呢 形成了三次进攻的尝试 王上元转移之后 右路起球 船中呢 找弹龙这个落点 第一下呢 是争生炫 破坏出来 随后呢 吴磊的投球百度呢 想挑过金敏哉 但没有成功 一对一 摆脱过来 高天忆 船中 前点投球 这个位置啊 这么正顶呢 比较困难 如果这个球能传到后点 这么顶啊 威胁就大了 但是帮助中国队呢 获得了一个 获得了一个 前场的机会 再来看一下 张玉宁 孙兴敏来 罚 在中路 投球 被顶向了圆角 上半场比赛呢 中国队 弹龙有过两次射门 下半场比赛呢 在进攻当中 中国队呢 也有过 吴磊和队友的 连续门前 机会的寻找 但是最终呢 这场比赛在 亚洲区域选赛 C组的第二轮 韩国队是 客场3比0 击败了中国队